好 另外来看到知名导演魏德胜跟中影国际董事长郭台强 先前爆发了财务纠纷 郭台强去年底指控魏德胜欠款四千五百万元 向北院申请强制执行 魏德胜名下的资产遭到查封 但是魏德胜现在也反告郭台强涉嫌诈欺等罪嫌 还想要抢走电影赛德克巴莱的版权 好 北检今天首度开庭传唤了魏德胜 为任律师表示原本魏导非常信任中影 但申请调查之后发现一连串都是骗局 财刚看完庭走出电梯 知名导演魏德胜被媒体团团包围有点不知所措 问到细节魏德胜笑笑不多说 这会出庭是为了2011年魏德胜跟中影国际董事长郭台强 合作拍摄电影赛德克巴莱 但双方后续爆发财务纠纷 这回魏德胜反告郭台强涉嫌抢走电影版权 本来他对中影国际都非常信任 申请调查一些证据之后 发现整个一连串就是骗局 被迫决定要提告 去年年底 郭台强指控魏德胜欠缓4500万元 向北院申请强制执行 导致魏德胜名下财产遭到查封 魏德胜当时除了向法院申请暂停执行外 也对郭台强提告诈欺背信 伪造文书轻震等罪 7号上午北间首度开庭 传唤魏德胜 征讯约两小时 下一次将传唤郭台强 不断的设下这些骗局 骗走了果子电影 到底是什么骗局 魏德胜还有委任律师 没有多做说明 中英国际也还没做出回应 过去两人是伙伴关系 如今互告撕破 脸只能透过司法来厘清真相 这边马上林昭贤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